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只能硬着头皮找父亲要钱 可从没有旅能源的布里斯 却在一次给父亲买唱片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少女的主动打赏 她主动地在店里线纹 主动地跟布里斯回家做两人想做的事 而在缠编结束后 少女发现布里斯毛斯非常喜欢旅游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布里斯一直憧憬自己可以去想去的地方游玩 但她没有钱 她也不想去赚钱 人生对于她来说真的非常的迷茫 还没等少女再多问什么 已经完事的布里斯就开始催促少女赶快离开 因为父亲快回来了 而在少女准备离开的时候 布里斯得知了少女 竟然是自己高中死党的女儿 她无法理解少女 为何要与她这种屌丝大叔发生关系 哪怕自己什么都没有 可这件事也让开始布里斯担心起来 可夜晚布里斯却又出门约见了少女 少女告诉布里斯自己很喜欢两人这种关系 可她也清楚两人是不会有结果的 在两人探讨人生的过程中 一只老鼠的出现吓到了少女 在解决老鼠后 少女给布里斯讲解了她父亲与老鼠战斗的故事 看着笔手画脚的少女 布里斯感觉自己的春天真的到了 而改变想法呢不止布里斯 少女也同样感觉两人的关系也许还能再进一步 于是她邀请了布里斯参加5月23日的一场舞会 两人的关系也被另一位朋友Angie给发现了 她奉劝布里斯离开少女 但布里斯前来并没有停进去 回到家后的布里斯看到父亲貌似在等着自己 父亲告诉布里斯 自己在35岁的时候 她有老婆 有孩子 有工作 人生的每一步 父亲她都做出了选择 但布里斯显然还是听不进父亲的话 在隔天 布里斯与少女接电话的时候 却发现斯当杰斯出现了 这让布里斯开始心虚 杰斯显然不知道布里斯对自己女儿做了什么 她乐情地与布里斯畅聊 还在离开的时候 得知布里斯没工作 所以给了她一笔钱 之后 布里斯就赶忙去跟少女赴约 在台阶线上 一人傻傻地等着布里斯的少女 让她感觉突然好有压力 她想结束这段感情 可少女的热情却又让她说不出口 在临走前 少女提醒布里斯 急得舞会的时间 在那里 也许可以见到她的父母 这消息 让布里斯充满了惊恶 但她还是决定去赴约 在这之前 布里斯又跟杰斯见了一面 两人回忆起以前的事情 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好快 而布里斯想的就更多了 因为 她真的真的 爱上了少女 而布里斯的谚语 其实还不止少女一位 女邻居 也同时向她抛出了媚眼 两人在酒吧里喝酒 女邻居向布里斯抱怨了 对丈夫的种种不满 她觉得丈夫 一点都不喜欢她 看出了女邻居的失落 布里斯主动地亲吻了她 在养人即将要发生关系的时候 还要丈夫回来 这件事才被终止 而女邻居与布里斯暧昧的关系 也被杰斯给探讨 但其实 一切都是女邻居的寂寞 她却故意要与布里斯暧昧 以此来让丈夫重视自己 其实 她并不喜欢布里斯 而这件事 也让布里斯怀疑 少女是真的喜欢自己吗 毕竟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屌丝 在女邻居走后 少女也正好来到他们的身边 她亲切地跟父亲打了招呼 却对布里斯一点都不搭理 不知道事情真相的父亲 还好心地给两人互相介绍 可这种感受 让布里斯特别地不舒服 她找到了少女 想斩断两人的关系 因为两人根本不可能有未来 少女发现墙壁的地图不见了 因为布里斯感觉时机已经到了 两人从现在起 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布里斯与少女的关系 也被杰斯给知道了 两人彻底地翻了脸 当这件事情过去后 布里斯发现自己的时机真的到了 自己该去改变了 于是 她终于开始敢于面对 自己人生的选择 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有主角光环 布里斯显然就没有 她的未来不一定就是会往腾达 但起码 她没有白来这个世界 她也知道自己再不改变 那她这辈子 真的就没有人会去爱她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选择 有人敢于面对 有人却一直在逃避 似乎逃避能让他们感觉到比较轻松一样 可相反 你会活得更累 也许你现在一事无成 但如果你肯去努力 也许成功就在明天 金钱 美女 幸福 这些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他们都是需要靠你用双手 自己去争取得爱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